哈喽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Channel 我是菜菜 欢迎收看菜菜Channel 好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就是关于自律这回事 因为有很多宝宝在IG DM我说 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样自律就是 又读书啊 又学习啊 又运动啊 其实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啊 其实我自己也是好生心很强的人来的 就是我不喜欢输 我也不喜欢我查过别人 好生心很强这个东西呢 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 就要看你到底是怎样去拿捏它 有好生心这回事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来的 就要看你怎样去看待怎样去利用你这个好生心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有24小时 但是有些人喜欢hazel过 有些人却可以把他的24小时利用到很充分 你选择要hazel过 你就不要去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我最近领悟到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追求的生活品质很高 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去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不可以我只是羡慕别人的东西 但是我会把你的这个成功当作是我的一个目标 我会很努力的往上爬 其实为什么要羡慕为你把它当作是你一个目标 然后你往上爬不是更好吗 羡慕了过后你就会妒忌 妒忌了过后就会恨 所以就会出于很多很不好的情绪 带我来讲看 ok 其实有欲望呢不是一件坏事来的 我以前也是跟你们一样 懒到极致的人 当我越长大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不可以再这样子了 我就很不能接受自己这样子 比较长大了 所以我会去想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一个懒到极致的人 我必须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个话 这个话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到现在为止都是很努力工作 为了家里的人 他们会时常跟我们讲 他们赚来的钱是鲜的 因为都是用汗水换回来的 然后我们从小都是需要在店里帮忙的 如果没有补习没有上课就是需要在店里帮忙 帮上帮下都好 就是可能帮一些很小的事情 但是小小的事累积起来也是变成很多事情要的 所以我们从小都是需要在店里帮忙的 然后我想要什么东西都是需要透过我的努力来获得 所以我们家里是以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从小的教育就是你想要什么东西就是要努力来得到 没有天塌下来的东西 没有就是你躺着 自动有人把饭送到你口里 因为我家里也不算什么荣华富贵也是算够吃够穿罢了 我父母到现在都不敢休息 这样为什么我一个年轻人可以躺在这里 翘脚看戏看通宵呢 我做不到啦 所以我就会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因为我想要就是有一天我爸爸妈妈不做工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们过到 不是讲荣华富贵就是也是够吃够穿的生活就是可以分担家里一些的负担这样子 因为每个东西都是用到钱的 这现实这社会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来的 你做每件事情每个东西都是需要用到钱的 你跟我讲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用到钱的 很少啊什么东西都是需要用到钱 你也是要吃啊电费啊水费啊都需要用到钱的 我也不想要就是生活过到很苦很惨 所以我要很努力 当我父母不能做工了的时候 我还是有能力可以养他们的那一种 我还记得我第一部手机是FongFi的时候才拥有的 是不是很老了才有手机 对我是FongFi才有手机的 然后我FongFi的时候因为我的好生性很强 所以我就很努力想要拿到很好的成绩在SPM方面 然后我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啊 也不是讲很厉害读书 我就闭关哦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除了刺跟补习剩的时间就是在房间 我就是睡觉读书 睡觉读书 睡觉读书而已 每一天就过着这样子的生活 是我自己要的 没有人比我 因为我想要看我这样子能不能拿到我想要的好成绩 等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真的是有拿到比较好的成绩 等于我的FongFi的第一部手机也是父母奖励给我的 FongFi才有手机就是FongFi之前我朋友要找我 然后打电话来家里 Hello 请问菜菜有在吗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就是不一定是我借到手机 可能是我弟弟借到 我爸妈借到 我爸爸借到 然后就讲 哦 阿西亚 谁谁谁找你 这样子 然后就在我拿到比较好的成绩的时候 我就知道 其实没有可不可以 没有你聪不聪明 只是你愿意把多少的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是很重要 因为那时候我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SBM考到的成绩是蛮不错的 我不是什么学霸 当很多人听到我的SBM成绩的时候就讲 哦 Ilin她是学霸来的 我不是学霸 但我小时候的成绩也是一版版 我小时候有很多补习 但是我不会去用心的学 到中学Fong1的时候 我是读一个不知道很好的班 然后我的Sijara拿8分而已 没有听错就是8分 我都不知道我怎样考拿到8分 然后我就觉得 知道为什么可以拿到全班最低8分而已 我从来都没有拿过这样低的分数 我就有一点很心不安 等会就讲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我要读书 我要复习 我会花可能一个星期来复习 没有每天复习啦 然后每天复习 我Fong1那里做得到 Fong2也做不到 然后就Fong2就上了比较好一点的班 每次我的一点一点一点 努力都有帮助我进步 还有就是老师给你做功课的时候 然后就用心一些来做 用心一点点而已 因为功课就其实都是需要做的嘛 如果你稍微用心一点 你就学到多一点 你就会更了解一点 这样子你成绩就自然好一点 反正你都是一样要做 你用心做不用心做 那个时间也是花在那边的嘛 这样子你用心一点做 有什么不好呢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老师给你做功课 或者是给你操作业 操回一模一样的 其实都是有帮助到记忆的 就是有宝宝私讯我都会跟他们讲 你可以操起来 其实操起来真的是会帮我们的记忆力 有一定的帮助的 我以前中学我会不明白老师 为什么课本都有啦 你还要叫我操在笔记本 我根本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操多一次 但是我现在发现真的是 如果你操的时候 你有自己心里默练啊 或者是跟着读的话 真的是会帮助到你记忆的咧 所以你每个功课都花多一点点心思 去做一点点心思就好啦 也是真的是有帮助的 所以get到了没有 再来就是环境也是有影响 可能你参的朋友 如果你参这一班朋友 他是很爱学习的人 自然而然你也会慢慢比较有兴趣对学习 如果你参的这班朋友 他是很爱打扮的 这样子你自然而然你的打扮的sense 也是会好一点 就是你喜欢参什么样的朋友或环境 其实都是对学习或自律有一定的影响的 如果你参的人是每一天都会花时间读书 会做运动 这样子而然你也会想要跟他们一样 你就会也去做运动 会去阅读之类的 其实做任何的事情只是需要他出第一步而已 最难的就是他出那第一步而已 你他出那一步之前你心里会有很多不祥 千千千千万万个借口 千千万万个不祥 其实我不知道这些不祥或借口 是不是因为心理因素 很多人是因为心理因素心理的抗拒 所以就会想到很多很多很 几大件事情 其实都没有什么事情的嘛 他出第一步有这样难吗 就好像我经常在IG story跟你们讲的 就是你们想要运动就换上运动服 就自然而然就有那个动力去运动了的 你如果连换上运动服 这一步都不敢他出都不想他出的话 这样子你没有人救了 我其实自己平时也是这样子 我要运动的时候我就 蛤很累耶 要咩不要啦 等我真的去换上运动服过后 我就哎哟 反正十分钟吧 运动一个十分钟也好 等我是抱着这样子的形态 我一运动就会运动一个小时半 因为我觉得我都开始了 等我就会喜欢上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只是开始那一步比较难而已 所以每次我跟你们讲要运动 去换运动服先 没有换运动服 不要跟我讲你要运动 OK 再来就是过程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嘛 其实手机蛮影响我们focus的 蛮影响我们去专注做一件事情 好像我现在是阅读 我读读读读读到一半 然后我手机响了 我的心自然而然眼睛 就会去看一下那个手机 等我如果回复完了 我又再回来阅读的时候 我又要重新focus过 我刚刚已经focus好了 但是我又因为手机 我没有掉刚刚的focus了 所以我又要重新focus过 这样我的电话又会继续想 又会继续想 我又继续看 这样子你就等你没有在阅读 你也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 因为你的心是在电话上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专心做一件事情 不管是阅读还是运动都好 手机放得越远越好 最好是关掉静音 这样子它响的时候 你不会听到vibration也关掉 这样子你就完全不会受影响 然后我还可以介绍你们一个APP 但是它是一个需要收费的一个APP来的 它的名叫Forest 它是你可以自己set 你要focus的时间是多长 比如我现在要focus15分钟 然后我多数都是会set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你自己可以set 等你set了过后你的手机只可以是在这个APP里面 你不可以开去别的APP 其实它是一个种树的APP 它里面会给你看它的种树 然后如果你开去别的APP 它就会提醒你 你要赶快回来 不然你的树会死掉 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喜欢这个APP 甚至是用钱去买它 是因为当你focus完 你种了一棵树 这个APP就会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是去种一棵树 当你的Forest越来越多棵树的时候 就代表你在为这个地球献一分力 所以当你focus的同时 又可以用来为社会贡献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 所以我很推荐这个APP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是可以加朋友的 我会把我的ID放在这里 你们可以去加我 但是如果你是加了我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我今天种了多少棵树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的心 好像我可以去看你们 今天有没有用到这个APP才focus 你们可以看我今天有没有用到这个APP才focus 但是我觉得蛮好啦 就是你督促我 我督促你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所以你们可以去教我 暂时是没有朋友啦 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做到日律的这一点 就是其实是你心里极想要啦 因为我想要的生活很有自我又不想要输嘛 所以我是一个很想要赢的人 当我要赢过别人 我就反而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时间这样子 如果你们现在不是很明白我现在讲的东西的话 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足够成熟 或者是你的思想还没有到很成熟 你还是很小需要黑的时候 这样子当你长大了 你就知道你自己长大的时候 你再看回多一次我这个影片 你们就可以慢慢理解到我这个影片里面讲的这些话 所以我的自律是我换回来的 就是我用别人玩游戏的时间 别人睡觉别人黑的时间 我换回来的 所以我不是就是躺着就有今天 我不是靠因为我的颜值还是什么 所以我很不喜欢别人讲我花瓶 我就是不想要当一个花瓶 所以我努力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花瓶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是我一开始努力的原因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啦 现在是因为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然后我想要可以给我的父母 有一天可以不用做工在家里享福 这是我现在想要的 但是我还没有到这种能力 所以我还在努力当中 谢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订阅还有按赞 记得大家一起自律起来 所以你们要不要自律 就在取决于你们自己而已 你们不是没有方法 道理其实你们都懂 只是你们不想要去动 就是因为懒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希望明年的我看回事的影片 会觉得自己成长了 希望明年的你们看回事的影片 也会觉得你们成长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